常修殊身凡恨 不但修凡恨 修殊身 若不二者不取这句 这是每一章里头最后的总结 如果发脏比丘要没有做到 这愿不圆满 他就不征服 他现在在极乐世界 臣服已经拾起了 换一句话说 四十八愿 愿愿他都做到了 他都圆满了 那我们看年老的主题 凡着 这是印度 古时候的语言文字成为凡文 凡这个意思是清净的意思 凡行 清净无欲之行 这个欲是欲望 欲望 蓬照就是贪心 他无止境 那这个人 这个人 他的心血 跟三窝道里的鬼道相应 那鬼最贪 那鬼最贪呢 贪里头要再加上嗔恨 就到地狱去了 清净无欲之行 断要 prohibit 断行欲住天 断行欲住天 解名凡天 如凡天 断行欲之行 欲翻行 那么我们就知道 佛给我们说三计 六道里都有三计 有一计 有四计 有五计 二 男女的淫欲没有断 都在预解 出不了预解 淫欲断了 不在预解了 他先到哪里去了 他到四计天去了 四计 有四计 十八计天 这些人 都没有男女之余了 都断了 无论是男子女人 只要把淫欲断了 都会散这个天 这个天口 初禅三天 二禅也是有三天 三禅三天 四禅很特殊 四禅有九天 除了平堂三天之外 还有个外道天 另外还有 小城 在此地修行 就是三国阿那汉 在这个地方修行 他有五层天 叫五不还天 这一些神圣的小城圣人 他们不会再到人间 就在这个地方 修行 向上提神 由根立的 直接就 出六大龙回了 更顿一点的 他还要通过四空天 二 太到四空天 从四空天 再超越 佛在经典里头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凡行是清净行 二 男女之欲没有了 对世界 财 明 食 睡 这些欲望 统统没有了 那释迦牟尼佛在世 为我们表演 他是王子 他要不出家 他集成父亲的王位 他走过往去了 他十九岁出家了 王位继承权 谁去了 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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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荣华 富贵的生活 不要了 去当苦行神 去当苦行神 那谁你看出 财 色 明 食 税 贪 通通通 我下 放下了 其情 无欲 这做个苦行神 这是修凡行 三十岁 在三十岁 之前 他有十二年 十九岁到三十岁 这十二年 他把印度 所有的宗教 都学过 所以的学派 他也学过 学了之后感到 这种学问不究竟 不能解决 六道轮回的问题 确实 所有宗教 学派 没有 处六道轮回 这就不究竟 放弃了 不修了 那这个放弃 叫 放下 所致障 佛家年重障碍 烦恼 所致 这年重东西 障碍我们自信 让我们自己 不能 明心皆心 那要明心皆心 这两样东西 要放下 你看他给我们 做示范 十九岁 放下烦恼障 三十岁 放下所致障 所致障 很难放下了 放下所致障 他在菩提树下入定 就开悟了 开悟之后 他就教学 从事 教学的生涯 教了一辈子 七十九岁过世 所谓的 将军三百余会 受罚四十九年 这十四人的一世 做榜样 来给我们看 他开悟了 这就是 佛法教学 重在开悟 不重 济温之虞 你听讲经 学经教 记得很多 也讲得 天花烂坠 不行 这是什么 这是别人的 不是你自己的 那中国 古生鲜血 也重视 这个问题 孔子在 论语里都有说 济温之虚 不足以为人思业 那要什么样的人 才可以为人老师呢 要开悟 所以 读书千遍 其一自见 自见就是开悟 中国古时候教学 老师只读出 学生读 读变数 一天要念多少遍 读上一千遍 当然会背了 问题就是 你念的这个东西 懂不懂啊 你懂多少 讲给我听听 不是老师讲个学生听 是学生讲个老师听 老师听着点头欢喜 给他印证 这要开悟了 小悟 人人都有 常常都有 大悟 也有 大悟 就可以做人事了 就可以讲经教学了 讲经教学的标准 是大吃也大悟 明心见心 像佛一样 佛是在禅定当中 大吃大悟 一生讲那么多经论 他跟学学的 为人教 都是其一自见 自见有没有底线 给读书没有 无量 无量 智慧 没有 边际 无论什么人 问他 无论问什么问题 他都能 跟你解答 他都能 教你 智慧 从哪来的 是自信本有的 慧能大师 说的好 他开悟 他第三句话说 何其自信 本自居足 自信里头 本来就居足的 居足是一丝毫没有欠缺 圆满的智慧 而且佛告诉我们 这种圆满智慧 圆满德行 圆满的向好 一切圆满 是每个人都有的 人人平等 所以佛说的好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你为什么 现在不是福 就是烦恼吸气 把你本有的智慧 得能向好 统统障碍住了 拖不出来 现在学一点东西 都学得似是而非 佛家教学 要求智慧 不求知识 有智慧 自然有知识 有知识 没智慧 智慧能解决问题 没有后遗症 知识解决问题 带来一大堆后遗症 永远都搞不清楚 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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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